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6号星期三 我们今天来继续说一下昨天那个事情的后续 我前天晚上不是接到这个取消一日游的这个信息吗 一宿没睡,一直到早上五点多发视频 到六点我还是没睡着 还在院里坐着 后来我就突然感觉这个身体不湿 就是脑袋也特别的疼 而且呢,伴随着呕吐 然后呢这个视线吧,有点不清晰 我当时就意识到可能是这个高血压犯了 因为这个一宿没睡,家里心里特别堵的 可能是高血压犯了 因为我们家是有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的病史的 然后我说不行,赶紧的去医院 对吧,开始降压药 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没有降压药了 然后呢,我媳妇就陪着我啊 就去了我们这边的医院 结果呢,慌了你知道吧 就没想起来 早上六点多到医院以后,人医院没开门 就说没有,大夫都没来上班 应该去急诊,我们还是去点门诊 门诊那保安呢,也没提醒我们去急诊 然后呢,又等了一多小时 到八点,一层的那个挂号的那边啊 挂了个号 然后呢,上到二层,到了分诊台 要么说是人和凉水也塞牙呢 到分诊台以后呢,把这号交给人家 说准备等人叫号呗 就跟人家告诉我 我挂着这大夫啊 去日本旅游去了 说这大夫啊 这日本不是开放旅游了吗 这大夫憋了三年,那也没去玩去 现在日本一开,人去日本旅游去了 现在在替他代班的是他的学生 是他的学生 然后呢,说问我能不能行 我一想,其实我优秀并不复杂 就是开点这个紧急下药就行 我说可以 我说几点来上班 他说八点 我就在那儿一直等到差不多八点四十吧 这大夫没来 当时我已经基本可能 就是眼前都白茫茫的一片 就眩晕的你知道吧 我就赶紧就去前台问 我说这大夫到底能不能来 他给我查了一下 说这个大夫是预约的 就是他预约低的来呢 十点跟十一点两个病人 所以肯定啊 怎么着也得十点左右才能来 我说那我等不了啊 还是人家分诊台的这个护士有经验 说那你别人不去急诊呢 对,我就太想起来要去急诊 所以又赶紧去这个急诊 当然你知道现在菲律宾不是雨季吗 老下雨 可能这老头老太太们啊 也经常有磕着碰着的 到那儿要排队 等这些人在前面先办事 还有那酒要喝酒 他们酒精中毒的 等了好半天到我这了 我那就是说你给我开点紧急的这个假药 他给我一两小孩以后 我说你是不是能给我开这个紧急加药药 他居然给我开了一什么药份啊 他没给我开紧急的这个假药 他居然给我开了什么药份啊 卵磷脂 让我吃卵磷脂 我倒是知道 就是说吃卵磷脂可以 就是调节血压 降低这个血脂 但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紧急的这个假药 但是我也说不 就反正跟他表达 沟通不清楚 我也不想再让自己生气 回到他妈的脑血管崩了怎么办 得了 那就算了 然后呢 他给我找了一个急诊的床位 说先休息一会儿 观察一会儿 然后呢 反正待了一会儿吧 血压稍微降下来点 他说那你就去买乱磷脂去吧 然后那回家吃就好了 那我就走了 最后在医院门口呢 那些药店呢 没有乱磷脂 我去了商场呢 那个商场里的药店呢 也没有 路边药店也没有 去人室我都去了 没有库存 所以说这人他妈倒霉该死的时候啊 你真没办法 你就操 我们这城市去了十多家药店 居然都买不到 磷脂 卧槽 这国内 你说他国内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吗 太他妈神奇了 但是好在吧 就是刚才在医院缓了一查 加上昨天上午啊 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 宽慰我 支持我 然后有些朋友还自助我一下 说算了胖哥 那个你还挺心疼我的 然后呢 我稍微平复一些心情 这个时间可能说还好一点了 我就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来 什么事呢 那个人跟我订完这个一流之后啊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团餐 都是海鲜大餐 虾 螃蟹 有的时候还有什么 这个一些特殊的海鲜 特殊的海鲜 特别的海鲜 比如说椰子蟹啊 或者说面包蟹啊 反正就市面上能买到的一些 有意思的海鲜 我都会给你买 所以呢 当时呢 我听说他们要来 我特地啊 去订了两公斤的象八棒 但是他们现在不来了 我自己也买不起 两公斤象八棒 我就赶紧去菜市场 找那个 那个就说 以前我老买那个 订贝壳 那个商铺那大姐 我就跟他把原委说了 我说 这两公斤象八棒 我就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 客人取消了嘛 我说我也消费不起 没想到 人家大姐 居然说 那我这两公斤象八棒就送你了 我知道你这三年也不容易 我就送你了 我当时啊 就是感动的这个 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我真没想到 居然这个时候是菲律宾人 对吧 还有菲律宾人来 来宽慰我 还安慰我 还送我东西 真的是太有人情味了 你知道吧 真的是时间 真的是有这个真情在的 你知道吧 虽然有的时候老调干菲律宾人 但我不得不说 就是其实菲律宾人 有很多 也很善良 也很好 最起码他做本地人的生意 他他还 这三年他还能挣钱 他知道我是做旅游的 就主要做华人生意的 那我没有 我没有收入 对吧 因为以前老在他这买 也买了不少的 以前也可能 一年 从他这买一百多次 两百多次 现在送我一次 对吧 他也是 安慰我支持我一下 我也特别感动 所以后来 回家 我就跟我媳妇说 我说 得了 我说还是有好人 对吧 你看有这么多朋友 你看有菲律宾的朋友 有国内的朋友 都帮助我们 我们再坚持坚持 也许还有希望 对吧 得了 这就是昨天 那个事的一个延续 一个补充 我今发的比较晚 因为一直在补教 一直在补教 得了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就是跟大家聊到这儿吧